民間鄉藍口店通往大坑村農路 拓寬工程已完成三分之二 剩三分之一尚未完成 造成農民出入不便 针对县府承诺将在近年度 尽速完成农水路拓寬工程 议员赖燕雪相当肯定 这条路等久以来经过十年的时间 三分之一已经完成 但是还有剩下的三分之一 水路農路跟拓寬道路工程 没法设施 让農民出入非常困难也非常辛苦 出入都没卡路 尤其台湘这些農作物没法训练 所以今天经过我们管府管长的会计 管长也称赞来答应 在我们今年度可以迅速来完成 改革到我们的水路跟農电路 的突然的工程可以冠近完成 让農民出入可以方便 让農作物可以训练 我相信这冲组到我们三营的局面 由于此路段 地主已答应无偿提供土地 县长单产批示公文 交由民间相公所执行 期盼能早日发包完成工程 这次我们这些传民和農民的建议 政府就特别地尊与来实施 让農民第一文书 交通可以更方便 议员侯明科对于此路段 拓宽工程相当重视 经由会刊得到县长允诺工程施行 议员也感谢县长林明珍的积极与作为 真的感谢林冠长和民间相公的大家长 陈乡长 为了民间大庄的机会 我们这些浪漏 因为人情都没有打通 因为我们的文书真的重要 我们林冠长是一个真正用心 为了我们的荣耀 为了我们的观光 为了我们的基民来打扮一个好冠长 今天这个管长来跟县长来看县长 他说这一定有需要 一定要顺着办理 一定要顺着做 所以在这里 阿甲代替到我们所有民间相 我们这些农民 来跟林冠长说一个感谢 农路交通的便捷 在在影响农民甚大 除了农民出入安全之外 农产品的运输也是相当重要 期盼早日发包拓宽工程 使日后农水路一地两用 发挥最大效用 民意新闻林佳慧民间采访报道